英國英格蘭公共衛生局發布訊息指 英國本土發現38宗新冠確診病例 感染了一種名為B1525的變種新冠病毒 目前正對這種病毒展開深入調查 報導說病毒新變種擁有潛在的 令人不安的一組變異可能 研究小組說該變態在基因組上 與肯特發現的變態B17有相似之處 病例包括很多令研究人員擔憂的突變 包括刺毒蛋白的E484K突變 這種蛋白在病毒的外部發現 可以在幫助病毒進入細胞的過程中起重要作用 幫助病毒避開人體部分的免疫防衛 該變異體已通過基因組測罪 包括美國、丹麥和澳洲在內的10個國家被檢測 而至今在英國已發現的38宗確診病例 最早序列可以追溯到12月 不過英格蘭公共衛生局醫務主任多伊爾說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 這種變異新冠病毒會引起更嚴重的疾病 或者具有更強的傳播性 該局會持續監測相關數據 並且必要時後採取措施 請 uniqu麻煩 組織 請離 période 請離慢 請離停 請一下 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